近载月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请投资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重挫 这纯粹是一个涨多的回档 强势多头格局 你根本不用怕回档 昨天这一根长黑打下来 道琼跌了800多点 长黑打到这一调月线叫支撑 我认为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会涨 拭目以待 美国科技股也是一样 多头行情需要怕长黑吗 跌了500多点 你自己回顾一下 7月中旬这根长黑 一样很恐怖 当时我怎么跟你分析的 7月4号创新高的科技股 开高走低长黑 我说盘开始震荡 整理完之后它会盘间 然后走高 结果是不是一路的走高 一路的冲新高 所以长黑再度的发生的情况之下 早买点 如果你有投资美国股市的 这期老师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所以今天台股受美国股市影响而回档 跌了200点的台股 你怎么看 我怎么解读的 这礼拜其实来讲 台股就在震荡整理 今天的低点跟礼拜的低点差不多 那这盘震荡整理完 一定还会再走高 重挫是你买股票的时机 8月20号 这一根长黑跌了几点 跌了633点 它是不是震荡整理完再走高 当天低点没有买 没什么低点 所以今天 千老师要给你一个投资建议 当然 站在买帮 不要客气 该买的股票 今天要大胆买 因为该减买的标的 前几天台股上涨 你就应该要卖了 千老师的反正掌操作 永远喜欢带会 跌的时候买 长的时候要懂得卖 前几天台股往上走高 震荡往上走高 不是要适时的减码 几掌几点反向操作 你忘记了吗 所以礼拜三 你看建设320你就要卖了 三趟的一个绩效135块钱 难道今天的建设 差到297 离我的卖点320 差了23点你才要卖吗 你一卖尾盘又拉高了 今天是卖点吗 礼拜三的齐一星 100可以卖 那今天的齐一星呢 打到96 你找盘一卖 又卖相对的低档了 所以操盘的一个节奏相当重要 持股的转换 千老师帮你一档做完 再换一档 礼拜三齐一星 卖料吃金买哪一档 就买142的一个维星嘛 还记得吗 对礼拜三 卖积一星 然后将积一星卖出基金 转买维星嘛 普通汇的持股 9点44分 礼拜三 确认说经验度新高的 低档转成向上 143附近买 当作价格45分 印下来141.5嘛 所以大概可以成交在142 这礼拜三我们卖掉七星 转换电竞 主机板的维星 所以142买完之后 礼拜四亮灯 最高来到152 在礼拜四还没有涨停板发生以前 起码是带领全体的普通汇买在142 买完之后 涨停啊 那今天受到大盘影响 他最低来到142.5啊 想当然了 今天维星 当然是要站在买方低阶啊 难道今天维星 我会把它卖在142吗 礼拜五就告诉你 我买在12 昨天亮灯啊 今天我回到这个位置 站在买方低阶 很清楚的一个操作建议 另外这档郁泰 第一档去买的 一样礼拜二 台股往上走高 震荡走高卖嘛 礼拜二的郁泰 卖 卖掉的资金呢 转买3023的信邦 185附近买嘛 对 卖出一档 再换一档 礼拜二的信邦 185收盘这样嘛 所以185一定买得到啊 其实你说进入新高的一个标的嘛 一档股票它能过高 如果它的一个量价筹码形态 是一个突破的发动买点 当然要买啊 对 所以操作股票 没有那么简单啊 有些人会认为说 刚过高要卖 或是接近前高要卖 那是这样的 简单做股票 大家都是赢家啊 那为什么 多数人是输家 因为搞不清楚 一档个股量价充满形态啊 所以你的三不 所以为什么礼拜二 卖郁泰 有没有 赚一档玉泰嘛 资金呢 转买信邦啊 过高啊 形态量价 给我的是一个 突破前高的发动买点啊 礼拜二买在185 所以你跟证一下 礼拜三呢 来到194啊 反正中是不是上涨9块钱 没有错吧 昨天礼拜四 信邦又涨了3块半 今天信邦 又来到194啊 平心高啊 想不想 秦老师介绍股票 党党都是强势基础股 我买了标的 买完之后 常常报纸上会有利多消息啊 报章 电视媒体会帮会人抬教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9月4号礼拜五 信邦上月业绩 强强棍 连六个月成长啊 今天利多消息出来了啊 我当时买在利多消息 剑报以前的吗 是不是 这是秦老师的一个操作啊 所以你所看到的是 资金该如何运用 什么是一档赚完再换一档 秦老师给予每个等级会人持股 三档左右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出掉旧了再换新的 清楚吧 赚完其立新换违新 对 那赚完 这档叫做 郁泰换信邦 这就是一个转换的动作啊 一套资金 你觉得绝对不可以建一档挨一档啊 你又不是法人 你又不是主力 你又不是宗事务 你又不是公司 公司务 所以你只能把你少数的一个资金 集中在两档个股 三档个股身上啊 这样你一个获利绩效 才会花费所谓陈述的获利效果啊 不然这一档挨一档 每天都在听名牌 买来买去 都是套牢股票啊 都只会买不会卖 这样子太可惜了 浪费你的资金效益 这档连巴克 最近利空 从八月底到现在 你看到好像都是利空消息啊 强势集合股利空 早买点 8月20号连巴克杀到551 按计划大胆低接 低接在566啦 隔天 27号涨到606 涨了40块钱 跟你预告 隔周震荡不要怕 他会压回 他震荡压回的过程当中 五天啊 上礼拜我告诉你 这叫第二只脚的买点 这样子的预告 有没有成真 我不会因为我操作一档股票 我就漫无目的的跟你喊价 这支股票会去翻过了 这盘会去翻过了 这礼拜的盘 钱老师是如何的 中肯的告诉你 他就在震荡整理 你自己看一下 12345 这礼拜是不是震荡整理盘 震荡整理盘怎么操作 几掌几点反向操作啊 当他往上走高 卖啊 所以礼拜三有没有卖 那当他往下走低呢 很迷啊 操作难度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踩对节奏 你有赚不完的利润 很像整理盘 指数不太会动 但是个股有没有轮动轮涨 我问没有一档赚再换一档 嗯 齐一新换维新啊 欲态换所谓的一个 哪一档 信邦嘛 就这样操作啊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这盘 很害怕 因为指数空间不大 你会认为没有搞头 那你就错了嘛 个股的表现 个股的高低点 才是你跟着欣赚老师 要掌握的一个操盘脉络 所以连巴克 第二只脚买点 这个操盘的一个脉络跟节奏 有没有跟你交代很清楚 不是股票落的时候 就不敢跟你讲了 去的时候 大家都很会讲嘛 跌的时候呢 我们跟你预告 接下来隔了之后 他会震荡走低 但是你不要怕 还是可以买 他震荡走低的过程当中 上礼拜我告诉你 第二只脚买点来了 要买啊 买在560啊 这实验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不是吗 560再度的低接连巴克 这礼拜礼拜二 一样有560附近让你买 礼拜二最后的买点 559啊 不然就是564嘛 会员559没有买到 改试驾564买嘛 再不买没有低点了 577了 609了 昨天615了 昨天我问我再度跟你预告 接下来联巴克会怎么走 亲爱的宗室观众 昨天的节目我们告诉你 联巴克接下来会震荡整理 那震荡整理完 他是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差在这里啊 今天是不是震荡 今天怎么压回 震荡整理完的联巴克 我告诉会员还会再走高啊 是不是 既然还会再走高 今天杀下来594再度的低接 9点36分 连马克 趁回在594买 经过一分钟 37分嘛 股价印下来5930去对此对价 594保证一定买得到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 560没有买的没关系 今天照买不误 趁大盘重挫啊 亲老师最喜欢在盘不好的时候 告诉会员逢低承接股票嘛 强势多投回档 看支撑 支撑性的买点到了 就一定要大胆跟我来承接啊 所以今天台股跌了快200点 这是你来跟我合作最好时机 成本比较低嘛 难道要等大盘过了13031 亲老师才摇旗呐喊 赶快来参加我的会员行列吗 要不要参加 是取决于你的一个决定 你在决定要不要跟我合作以前 你要一再的检视亲老师 或是其他分析师也是一样 当你要参加一位分析师 你一定要检视他所有的分析的过程 那个分析过程 有没有所谓的证据 来辅佐你的一个见证 不是说出一只嘴 出一只嘴 真好讲啊 这边买啊 这边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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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读说故事 大家也都会贾 建老师 有没有拿出证据 来让你做一个见证 见赏的作用 什么叫做对时对价 不管你参加 不管你参加我任何等级会员 不管你什么时候参加 都赶快 你每天都可以锁定清老师的节目 拿出我每天所发给你的口信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的时间加位 来跟清老师对时对价 这是我跟会员合作交心的过程 其他分析师做得到吗 你跟的其他的分析师做得到吗 所以整个联发科今天站在买方啊 昨天跟你预告震荡会整理啊 震荡整理完之后会走高啊 这我们告诉会员的一个件事情嘛 所以今天594再度的低阶 盐味拉高681 Bingo 整理盘啊 几点早买点嘛 所以今天是我带领会员 大买股票的时机啊 美国盘答应什么 没看过长黑哦 没看过长黑哦 再听一遍了 7月14号这不是长黑吗 长黑接下来呢 震荡整理完还是走高啊 强势多方格局啊 昨天美国股市纯粹是涨太多了嘛 涨太多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获利性的卖压 突然出荣 所以为什么多同行情 急跌之后会还涨 这就是结论 所以国际你看一下 被动元件的龙头 8月7号402是我带你卖的 两趟41块钱 沿路的逢低逢低往下做修正 我有告诉你390要买吗 360要买吗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 在沿路的修正过程当中 告诉你国具可以接回 有没有 不管是会员全国观众 帮健老师做见证 直到8月20号 来到320了 落底的买点到了 开始上下起手啊 对 你只要避开这一段82块钱的风险 接下来国具赚多赚少而已啊 我已经做了两趟价差了嘛 你也看得很清楚啊 对 你只要402有卖的 落底之后 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因为已经差了82块钱啊 是不是 所以昨天礼拜四 国具我说还是要买 跌不下去了嘛 昨天的国具 338附近就接回嘛 这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嘛 收盘344 今天国具 有没有338让你买 当然有啊 9点27分的国具 乘回党338附近买嘛 对 信贵远应该有收到coaching嘛 27分股价是不是在338 你去对对价 338一样低接啊 就低接啊 今天最低是336.5啊 不然coaching有没有更低 所以338是一定买得到嘛 今天收盘34嘛 所以给你一个操盘节奏 相当的清楚 幸好是带给惠人绩效 真的很用心 不然不可能创造如此迷人的绩效 谁放绩效 嗯 今天台股回党耶 之前 你看我利用台股回党 带给惠人的齐鸿这栏股票的绩效 三阶段72% 星云呢 三趟77% 迅达呢 两趟超过六成啊 尤其这一趟 连续回党三天 我告诉你可以买 第二波段40% 是不是利用回党的时候 告诉你站在买方 用力的大胆跟庆老师来布局 所以呢 需要我帮你逢低承接 捡便宜的 情意相停的专案活动 今天最后一天 只要50%工具书 庆龙老师的一个超盘心法 精心著作 跟教学 光碟啦 一并的带回去 另外 这个神秘大理 你真的有意愿 有兴趣的 今天电话 希望你尽量给他博通 谢谢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成通投顾蔡老师 情意相停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超盘心法著作 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理 最后一天 速攻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超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通投顾蔡老师 情意相停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超盘心法著作 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理 最后一天 速攻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红灯 冲啊 哦哦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天酸 大圣啊 千万五汤落跑啊 违规据远 蓝点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呢 吓会 贵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据减逃逸 重罚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疚部研究署欢迎您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今天台股盘中跌得快200点 大盘中错 是你买进强势机油股的 一个最好时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操盘心法 你一定要执行这样的动作 否则股票市场上的一个产物 永远跟你没有缘分啊 不要只想着大涨的时候 才去追股票 那是散户的一个行为 要成为金字塔 顶端少数赢家 你的一个操作方式 一定要独特的专业之道 今天这档金测 你自己看一下 大盘中错 支撑你家 赚两个股本一个金测 今天9点19分 金测赚大概两股本 支撑电高嘛 强势 715以下就买 将四星啊 卖出的资金转买金测 昨天四星 我买了之后亮灯 涨停板嘛 没有错吧 昨天现买现赚 大概赚半根啦 今天找完 苗头不对 我小赚就出场了 所以七老师在操盘 有时候股票 我不会跟他天长地久啊 很多人讲的嘛 不可以跟股票谈恋爱 不能谈恋爱是因为 可能行情不如预期嘛 如果可以跟一档股票 谈恋爱 长长久久 我也希望赚他一个大波段啊 但是 如果一旦各国的走势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该砍就砍 所以两天 四星我就卖掉了 小赚卖啊 不卖 变成五四三啊 本来可以赚钱的 你会变赔钱啊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次 转换的动作 就是将四星卖出四星 转买金测 9点19分啊 715以下买 当中价格在712啊 你去对时对价 715以下 把握赚一定成交啊 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呢 盘中729啊 收盘是716啊 大盘 你差点嘛 大尾盘是跌了120点啊 但是买对股票 你今天所看到 七老师节目的呈现内容 几乎每档 你跟我逢低成这个 你今天都会贪钱你知道吗 盘啊不是落 落百二点的 秦老师 你的股票 今天要买得贪钱啊 你刚才所看到的 我秀出 今天带给 会你的买进口讯 没有赚钱吗 没有赚钱吗 包括这档文帽 也是强势机油股啊 文帽赚超过一个股本啊 趁大盘重做 当然可以买 9点45分 文帽赚超过股本啊 289附近买 45分股价在288.5 你去对是对价 289是保证定成交啊 收盘292啊 大盘不是跌120点吗 你跟我买文帽的 今天一样 现买现赚 所以当盘再跌 其实你更可以分辨的清楚 到底什么样股票 是可以逢低成节的 担玩不好啊 你还知道哪些股票会蹭出头啊 所以两间党股票 在今天很关键性的时刻 当然要由我跟我的研究团队 告诉你什么样的标的 是你今天可以大胆 承接的一个个股啊 包括这一档 红杰科跟文帽一样 5G功力放大器的 当时候8月28号 跟你分析 连跌两天赶快买 因为他营收连增长两位素质 因为他的筹码太干净了 对 浓资在滴水位啊 当时候跌到86.3 赶快买 礼拜三 最低85.6啊 收盘87.3啊 我说同样的位阶 筹码还是很稳定 再不买可能会来不及了 结果礼拜四 是不是开始往上走高 涨了快4%来到90.5啊 那今天呢 受到大盘不好的影响 他当然会跟着回党修正 那我给你建议 就如同我对大盘的分析 站在买方啊 今天87.4是他的收盘价 最低是85.1啊 87以下 还是一样买得到啊 给你的机会 至少三次 起碼是公开送给你的 低档还是高档 我问你啊 他在低档还是高档 基本面好不好 8月已经说 是四年半以来新高 他的筹码面 好不好 没什么农资余额在里面干扰 他未来走势 筹码那么稳定 他迟早都会往上走高 这一趟环球星 赚超过三个股本啊 8月20号打到360 收缴只跌大胆买 可以买在373 买完之后呢 涨到403 高低点43块钱 当他回档修正 上礼拜五 我说跌得好啊 最差就是到这边而已啊 有没有来 有没有来 礼拜二来了耶 来到388 还有低点吗 既然没有低点 388当然可以买啊 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今天环球星最低387啊 当然一样 要赶快低接 这一天 之前的低点没有买的 这两个位置 当然是你再度 大胆低接 环球星最好时机啊 今天环球星 收最高的 今天买的 大家都也贪钱啊 另外一档机油股 齐元收精神度次高的 昨天礼拜四告诉你 连续三根黑黑棒 股价没有动 邀请你上车 今天赚股价呢 当然是跌啊 大盘跌了120点啊 赚股票 今天有更低的位置 秦老师送给你的是 站在买方 比昨天买的位置更便宜 当然要大胆买啊 所以今天的盘 盘中跌了快200点 是你减便宜货 很好的时机 所以今天秦老师 极力的邀请你 来跟我合作 因为这是一个 减便宜货 也等于说是一个 超额利润时机啊 震荡整理盘的架构 整理完之后 它会走高啊 今天刚好来到一个 相对低档啊 你这时候不来找我 你要找谁合作 秦老师的反市场操作 拉你一把 挺你一把 情义相挺的专案活动 今天是最后一天 希望你好好把握 明天见 在这刻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通头顾蔡老师 情义相挺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操盘心法著作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礼 最后一天 速播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陈陈谷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曾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环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则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计较 零我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见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你想成为股市名师吗 成为股市名师吗 成为股市名师 扩大真财 即将培育分析师 为头顾注入心血 本公司为正牌经营头顾 拥有自家财经电视台 让身为新人的你 有发光舞台 下一个股市名师 就是你 真财真现 022781233